豆椒排骨 豆椒排骨是湖南的一道传统菜肴 选用的原料有小排骨六百克 干辣椒三克 豆椒五十克 姜蒜 酱油二十克 料酒三克 味精三克 干淀粉 精盐四克 豆椒排骨在制作时 排骨加酱油 盐 味精 料酒 豆豉 葱 姜 蒜末 辣椒 淀粉 拌匀后 码入碗中 大便 盯上 炜粉 炜粉 盯上 炭 炭 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龙蒸熟 扣入玻璃斗中 四周用菜心点缀 豆椒排骨制作的关键是排骨一定要新鲜 马味腌制时时间不可过短 蒸的时候要用大火蒸透 它的特点是排骨软烂 齿椒味香